欢迎收看正常发挥 其实整个战争打到现在 乌克兰想赢一点都不难啊 各位根本不需要跟波兰要战机 也不需要拿台湾的F-16V 去跟波兰交换 让他们的自由战机能够去支援乌克兰 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美国欧洲各国也不用再透过 所谓乌克兰边境的秘密军事基地 像当年的柏林空运一样 把大量的武器弹药偷偷摸摸的 透过飞机不论是空头或降落的方式 来支援泽伦斯基政府 乌克兰的军人也不需要 血腥化的巷战 伏击要随时应对冲进基辅的俄罗斯士兵 完全都不需要啊 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款抗俄神器 据说这一款抗俄神器 不但好用好强而且味道还相当不错 你常常吃如果你常常吃麦当劳的话 在汉堡里头都有这一味儿 哎呀不得了现在网路上的乡名说 这一款商品啊好强好用好玩好大一条 又好好吃的抗俄神器堪饼折凳 算是七大武器排名第二 那就是烟黄瓜 或者你可以说它是酸黄瓜也OK 你把麦当劳的双层牛肉集市堡 或者是集市汉堡打开 里头一圈一圈薄薄一片一片 黄黄绿绿的 哎对就是那个 酸黄瓜烟黄瓜 据说现在只要乌克兰的民众 看到俄罗斯的无人机 人手一条啊 人手一根 立刻就丢过去攻击 不晓得有没有百发百中 但听说有位大妈 就是靠着一罐烟黄瓜 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 堪称是史上最强大妈 而这个神话也让烟黄瓜 成了当今世上最无敌 最伟大 最无解的抗恶神器 这样的新闻充斥在整个 恶乌战争的世界里头 恶乌战争的世界观 就是被这些新闻所建构起来的 最近网站上也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假新闻整理 那就是多不胜多 数不胜数 举不胜举 我也懒得讲 你有兴趣 自己去网络上看 我们很多的网友 乡民 时间很多啊 很闲啊 帮大家都给整理好了 但我相信 我们正常发挥的观众朋友 不论是台湾的 或者是来自中国大陆 跟海外的好朋友 你们应该不想听这些 抗战神话吧 你们应该想听一些 扎扎实实 有料的战局 战况 未来趋势的整体分析吧 所以你们会看正常发挥吗 所以你们会晚上九点钟 赶着吃饭 可能还没洗澡 孩子还丢在 这个婴儿床上头 拿个软软的饼干给他吃 说不要吵 爸爸现在要看正常发挥 为了正常发挥 放弃了追剧的时间 感谢你们 不论是台湾的朋友 大陆的朋友 海外的朋友 感谢你们的准时锁定 我们要真正的用专业 真正的用现况来分析 俄乌战争 我想我们过去这个礼拜 给了大家很多很多的想法 角度跟观念 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请你们思考一下 一直都说啊 俄罗斯跟乌克兰 均力相差甚远 但今天也打到12天啦 奇怪 如果真的相差这么远 扣掉 普丁可能不想要 伤害太多乌克兰的平民 扣掉不论是天气啦 或是运捕啦 或是补给等等 卡住的因素 乌克兰怎么能撑这么久啊 不是北部南部东部 都被围起来了吗 不是在这个聂伯河的东岸 已经展开包角子的攻势 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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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的 沿着河流的东岸 把饺子皮给封起来了吗 那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还有咱们泽伦斯基 伟大的演员总统 怎么还能撑到现在 怎么还没有淡尽圆绝 奇怪 今天就有个新闻告诉大家 原来啊 在乌克兰的边境 我不晓得是波兰还是哪边 爱沙尼亚等等的 据说有个机场 这个机场呢 就是美国跟欧洲各国的秘密军事基地 我乍听之下也在想说 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抗恶神话 跟烟黄瓜一样 所以我去搜了很多新闻 而我从很多新闻的蛛丝马迹 我也确实看到 在这些东欧国家 时不时确实有消息 他们载运了大量的战备物资 从某个国家 某个机场 悄悄的起飞 送到乌克兰 来支援他们的战事 让他们能够抗恶 抗到现在 我恍然大悟啊 我陆路把你封起来了 对吧 我水路把你封起来了 对吧 黑海啦 亚述海啦 通通现在都我俄罗斯管辖 俄罗斯现在要轰炸这个奥德赛 要控制黑海 奇怪 那不是都没有地方送东西进来的吗 怎么还有那么多子弹可以打呢 原来还有一条在空路啊 俄罗斯一旦停止轰炸 空路就顿开了 原来有个秘密军事基地 可能不止一个我猜 东欧搞不好一大堆啊 默默的都把军事的设备资源 不断的不断的送到乌克兰 这件事情我们发现了 你觉得普丁没有发现吗 或者是普丁一开始就知道 但还没有去断掉空运补给这条路 而今天的新闻告诉你 现在除了对大都市的轰炸 普丁锁定一个目标 叫做乌克兰境内的机场 过去首都机场 爱什么托夫 艾托什么夫 一下忘了 叫什么 艾托诺夫 安托诺夫 谢谢宾哥 叫安托诺夫 第四天就被占领了 原来他还有其他很多机场 我们就小看他了 所以最近俄罗斯军方就针对在乌克兰下方靠近中部的一个机场进行全面轰炸 整个机场就全毁 然后在基辅附近有一个军用机场 他照样把他给打了个稀巴烂 很明显在断了你的陆路支援 断了你的海陆 河陆的运送补给路线之后 现在他连空运的这些战备物资也要隔绝乌克兰 这才是新的战况 新的战况绝对不是什么大妈用烟黄瓜 然后攻击无人机 然后无人机就爆炸了 然后大妈就赢了这场战争 新的状况也不会是一个11岁的小孩 手上写的电话号码 千里迢迢 在没有爸妈陪同的情况之下 逃出乌克兰 如果有这样的孩子我也心疼 但对不起 过去西方媒体在 这种战争的宣传上面 总是喜欢用孩子 好多啊 不晓得叙利啊 还是我们战争 有孩子死在什么沙滩上啦 好像穿红色衣服还是什么 永远都是小孩子 所以我根本不晓得 到底是真的还是又一股宣传 所以在我的眼中那些都不算是 也不配叫做战争的真实状况 但我们从俄罗斯的攻击目标 从美国美军欧洲国家确实透过乌克兰边境其他小型军用或民用机场运送物资的这两个消息相结合 很显然现在的普丁要把乌克兰的陆海空运送补给路线全部断光 那断光之后呢 要干嘛呢 乌克兰的官方就直接告诉大家 非常有可能要对基辅展开所谓的总体进攻 我不晓得这是乌克兰的判断 但从其他消息包含乌克兰现在正准备要炸掉最后一条通往基辅的桥梁 你也可以去看到端倪难道他们也闻到了 接下来就是要对基辅进攻的信号了吗 断你的所有补给 集结所有的坦克 机械步兵 乌克兰也已经准备要把最后一条路桥给炸掉 这些机枪是不是都告诉我们 基辅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各位这才是战争的分析 不是歪钩起床乱七八糟的这些消息 整天讲人民很可怜 废话人民当然嘛可怜 谁不可怜 乌克兰的人民很可怜 俄罗斯的人民不可怜 俄罗斯的军人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全部都该死石头蹦出来的 死了没人哭 台湾连去叫招 14天都要哭断肠啊 那俄罗斯军人大老远跑到乌克来打仗 他们的家人不会哭 他的女友不会哭 他的老婆不会哭 他兄弟姐妹不会哭 亲朋好友不会哭 战争当然是残酷的 但显然有人不要战争结束嘛 我们能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继续往下看 那不然呢 这几天的变化非常有趣 我们发现 泽伦斯基确实隔空对普丁喊话 但泽伦斯基跟普丁喊话 当然被普丁打枪 更惨的是 好像欧美国家 不是站在泽伦斯基这边 通通站到普丁那边去 泽伦斯基要求什么 普丁说不行 欧美国家就说 嗯对不起 不行 我们不能给你 好奇怪 你们不是整天说 要这个 抗恶保屋吗 为什么泽伦斯基要的你都不给 普丁说不能给的 你就真的都不给 真奇怪 这让我觉得简直莫名其妙 更妙的叫布林肯 这个国务卿也真是有趣 3月5号 他这个访问欧洲 跟大家放话说 乌克兰的胜利是迟早的 时间再拖下去 乌克兰迟早会得到胜利 3月5号讲 3月6号改口了 哎呀 我们很担心基辅被攻陷 搞不好我们泽伦斯基就拜拜了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 要设置乌克兰的流亡政府 你昨天不是告诉我赢定了 今天告诉我基辅要沦陷 还要设置流亡政府 到底是会赢还是不会赢 怎么话都你在讲 我真的我真好奇 我们节目讨论过好多天 像亮哥跟这个我们 借大使都说过 泽伦斯基的这条命 恐怕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有一个很可怕的阴谋论 但纯粹只是我的推测 推理 我总觉得 现在世界上最希望 泽伦斯基消失的不是俄罗斯 不是乌克兰 好像是世界最强的国家 摩美丽大国 哎哎哎我不是我讲的 不是各位你思考一下 现在搞成这样 我觉得我说我觉得 我觉得泽伦斯基已经不受控了耶 他已经不受欧美国家控制了耶 你想一下 今天泽伦斯基出来说我要这个 但是欧美国家给不了啊 所以我只好出来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 我就讲过我不能给你了 你还要一直出来讲你要 啊我就只好一直讲我不能给 啊你又出来讲你要 啊我又讲我不能给 那你不是一直在笑外领住吗 你不是一直逼我打我自己的脸吗 你不是逼我说我不能出兵吗 你不是逼我说我不能给你战机吗 你不是逼我说我不能射禁飞区吗 你不是一直让我丢脸吗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过去泽伦斯基或许是欧美势力 培植出来的人 甚至煽动他跟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但是玩火玩大啦 现在火灭不了啦 泽伦斯基不理你啊 我现在是国民英雄啊 你带总动我啊 他不受控啦 所以最近有新闻说 他被暗杀了三次 我真怀疑那个暗杀 到底是谁策划的 我提供一个点给大家思考 据说三次暗杀都失败 通常啦通常啦 我看这种不然新闻或是电影 恐怖攻击或暗杀行动 都是成功才会知道是谁干的 奇怪 他三次都失败 可是三次去做的人 通通都清清楚楚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今天恐怖攻击炸弹爆炸 好 盖达做的 ISIS 伊斯兰国做的 塔利班做的 可是如果那个炸弹没有爆炸 就不会有人知道是谁做的不是吗 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要刺杀他 他如果真的挂了 那当然会知道是谁做的 结果刺杀三次都没成功 他都活着 但是三次谁去刺杀 居然可以清清楚楚 那简直是莫名其妙 那我就想问了 去刺杀他没成功的人 是不是都被抓起来了 没有抓起来人去哪里了 没有抓起来 他又没刺伤成功 你也没逮到他 然后你知道是谁做的 这个我觉得好不合理 所以我想 哲文斯基可能太不受控了 在这个世界上 最希望他消失的国家 恐怕不是俄罗斯 恐怕是另外一个世界强权 没办法 你不听话 以前听我的话 出来搞东搞西 现在叫你别搞了 你越搞越大 那我是不是只好牺牲你了呢 首先今天正常发挥 保证精彩 我们叫来宾第一位 夏明明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郭正人两个 郭正平安 还有国际 就听他们两个 我们借文集大使 郭正好 大家好 另外是这个 给他鼓掌一下 他这个不永的新闻台 订阅Post1 恭喜恭喜恭喜 现在大家可以去那边 如果觉得正常发挥不好看的话 大家可以去 谢谢大家 那个正常发挥的好朋友 我那年去 我跟他YouTube给他一个 对吧 他今天有PO脸书 那个正常发挥的好朋友 如果订阅那个不永的新闻台 给我退订 脸书退赞 好没有啦 多支持凯翔 他这个 这个国际分析 也相当的这个 创业维坚 创业维坚 蛮厉害的 创业维坚 来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封面 简单来说 泽伦斯基是小命不保 那是谁想要他的命 美国说哎呀 恐怕基辅要沦陷 我要设立流亡政府啦 泽伦斯基人都还在 你就在帮他安排后世 难道是你希望他不见吗 有人说三次暗杀 通通都失败 但我的问题就是 三次暗杀都失败 你也没逮到人 你怎么知道是谁 你怎么知道有三次 你怎么知道都失败 完全不合理啊各位 成功就知道是谁干的 这不成功还三次 不知道是谁 那还合理 偏偏你还都知道是谁 你还都没抓到人 那不是很像掰出来的故事吗 普丁说 阿伦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下手 我要活活把你抓起来 我要活捉你啊 他跟以色列的总理讲的 不是跟我讲的 那如果普丁讲的很白 我没有要暗杀你 我要活捉你啊 那想要泽伦斯基 小命不保的 会是谁呢 接下来战事 恐怕是更加的危急 也更加焦灼 恐怕受到 战争波及的民众 会越来越多 不但是俄罗斯传出 要总体进攻基辅 乌克兰也说 我们现在的防御 要转变为攻击 而且是血腥化的攻击 这三个字蛮可怕的 这三个字蛮可怕的 所以以前我们都是防御嘛 现在如果你打进来 我就伏击 我巷战 我游击 跟你拼了 我们谁都不希望看到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另外我刚刚说的俄罗斯 现在是不是对机场下手 要断欧美所谓秘密军事基地 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 拜登美国说要帮乌克兰 把台湾也扯进去了 什么事 我们待会讲到再告诉你 来我们直接进到今天的 这个战况图 战况图 这个我们先 要先请问兵哥 现在的状况 是包含文尼茶 这支茶吧 对 文尼茶 文尼茶 文尼茶是一个机府呢 大概是南部 有点偏西南部 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它里头其实是有个大机场的 现在 这个俄罗斯 把这个机场给炸掉了 这机场放很久 你应该知道 最早是这个安托诺夫机场 这在第四天 开战第四天 这个机场就没了 大家有没有记得 我还可以看画面 有一个那个记者 CNN记者在那边坐连线 然后看到俄罗斯军人 在后面跑来跑去 他还想说 你看现在军人怎么样 好这个机场是 俄罗斯拿下 又被乌克兰拿回去 最后俄罗斯又夺回 好像就一直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中 现在除了安托诺夫 包含文尼茶的这个机场 还有是 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吗 比洛格 这个名字蛮长的 123 122 你们少弄了一个 还有一个 好像是在这个地方吧 是不是 基辅 不知道附近 也有一个军事机场 这个军事机场 也被 也被这个 俄罗斯给清空了 所以我们现在 当然乌克兰今天 可能还有其他的机场 但我们知道几个比较 重要的机场 包含文尼茶的机场 包含安托诺夫机场 包含基辅旁边 这个军事基地的机场 这三个机场 基本上是已经废了 基本上是没有用了 那为什么突然间 俄罗斯要攻击机场呢 据说 据说 就跟美军所谓的秘密军事基地 有关系 有关系 那这个秘密 这个秘密军事基地 来我们先请这个宾格 其实现在 对俄罗斯来讲 除了他在东部跟南部的公事之外 东部跟南部主要是战略上的公事 那 在赞助上他现在就是对 要对基辅进行包围 那所以他本来是就已经战略了 占领了基辅北面跟东面的战略要地 那现在就是他的部队开始迂回了 就是他开始从基辅的西面包围过来 所以就到最后就是要把基辅整个合围 那所以他 当然一开始就先把基辅附近的几个机场 全部都炸过一遍 那他本来的希望是能够 最好不要损伤到机场 然后能够让他自己激将 甚至让他运送物资来给他用 那 后来是传出来消息说 他们在机场的争夺战蛮激烈 所以这些机场 大概你要短期之内要直接能够派上用场 不容易 可是 至少他现在已经不属于乌克兰掌握之中 可是对俄罗斯来讲 他当然要断绝所有能够去协助基辅的这些物资运送 所以他才会去攻击文尼查 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文尼查这个地方 因为他是个军民两用机场 也是乌克兰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从那边似乎一直有物资不断的送进来 所以他就用了八枚导弹 直接就去把那个文尼查机场的跑道 这些相关的设施给炸掉 炸掉大概短期之内也不是那么容易恢复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至少我先断了你这个来源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从文尼查送进来呢 因为美国最近宣称 他说他们至少已经送了2万枚 这种单兵作战的这种导弹 包括反坦克导弹或是这种赤身这种 这种短程的防空飞弹 他们说他们至少送进来2万枚 那这个2万枚到底是指 他们已经聚集了2万枚要送 还是真的送进去的2万枚 其实老实讲不得而知 因为现在讯息非常混乱 那美国人讲话也是真真假的真真 但是美军其实早就一直在波兰边境那边等 早就在那边等 其实他们早期在1月多的时候 美军当时就已经在 已经有派人在波兰边境了吗 在波兰那边 这里嘛对不对 这个地方 距离边界大概只有90公里左右 好像说什么北约也派了4万人 在波兰边境待命 他们其实一直在观察这个局势 那美国来的是赫赫有名的82空降师 非常有名的 我知道他在那个波兰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加V 什么NOR 什么TEC 什么卡的机场空降 82空降师很有名 非常有名 其实美国就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入侵战争 几乎都少不了82空降师 他算是先头部的 所以那个波兰的机场是不是就是这个所谓的秘密基地 应该就是了 应该就是了 在波兰已经超过1万人 这么多 据说啦 加上北约江东东可能六七万的军力在那里等 那他们就是在观察嘛 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参战 所以藉由这个方式把物资送进波兰去 不是送进乌克兰去 大概是采取这样一个管道 所以我觉得他们去炸文尼茨就是 我没有办法直接去控制你 那个乌克兰的最西边 比如巴拉利维夫这些城市 他没有办法直接控制 他只能用轰炸 所以我至少把接近基辅 因为这个文尼茨距离基辅大概160公里左右 那确实不远 算蛮近的 就差不多台中到这边的距离而已 所以他就直接先把它截断掉 让你基辅很难获得直接的外援 然后再把你挡开来 那美国派82空降师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 我刚讲过 82空降师在美国第二次世界以后的 好几次战争 他是先头打击部队 对 因为他是空降师 很有名 都是散兵嘛 那这一次派那个部队 难道目的是要入侵俄罗斯吗 还是要去帮乌克兰打仗吗 在我看来都不太是 那我看来都不太是 那要下俄罗斯说82空降师在这 是这样 不是因为82空降师其实他还有一个 美国前一阵子不是在阿富汗吃鱉吗 突然间无法预期的兵败如山倒 就到最后只好仓皇逃离 对 你知道谁负责收尾 82空降师 82空降师 所以他们是来收尾的 对 所以他们真正是来为了流亡政权做准备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就 纽识就已经传出来说 美国其实万一乌克兰情势有问题的话 美国打算帮他培植游击队 对 让他继续抗战 是 那这两天是不是又传出来消息说 他们已经预期到万一泽伦斯基挂 那他们会支持乌克兰的流亡政府 对 然后让他们继续率预级队抵抗 是 所以我觉得 从头到尾美国都已经把它算准了 所以美国82空降师那么早去 就已经预期结 这个俄乌战争结果可能是这样了 因为 这要下标就太重要了 因为正常人都知道 以乌克兰的军力跟俄罗斯打 就是早点输跟晚点输的差别而已 你一定会输嘛 那除非有人能够从中斡旋 让战事不要发展得太厉害 不然的话两个正常仗打下来 不管乌克兰人民再怎么样奋起 再怎么样 去跟俄罗斯的军队对抗 毕竟双方的武力差距太大 你很难赢的 所以美国会料想到这个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那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是 你有没有一开始 就跟泽伦斯基讲得很清楚 你不要跟俄罗斯打 你跟俄罗斯打 你一定会死 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帮你 一开始讲得很清楚 你赶快去打 你赶快去打吧 所以我就觉得 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个讯息 传递给泽伦斯基 这就非常重要 因为在我看来 巴尔克空量是显然不是来帮你突刺的 它显然是来收尾的 哇塞这个讯息太重要 这个是来收尾 收尾这个讯息太重要了 所以就是美国早就预料到乌克兰政府 可能会被瓦解掉 然后他也预料 他就预计让乌克兰这边变成一个大泥闹 然后用游击垫慢慢拖垮 让他变成另外一个阿富汗 然后来拖垮阿富汗 过去阿富汗就是这样 这就是美国打的主意 所以泽伦斯基 现在大概也看出来 所以他急了 他最近开始口不择言 开始管你的 我连美国北约拼命的拼命 西方国家领导人死光了 是吗解散了吗 你们就是见死不救 什么都讲 他该直接骂 因为他真的急了 而且老实讲 他也只会这一招 因为他是演员出身 他也只会做这种宣传战 对他来讲 他已经没有别招了 他只好用这种方式 他这样呼吁之后看看 会不会美国的民众忍耐不住 会不会北约的欧盟的这些民众忍耐不住 愿意来帮他 至少愿意督促他的政府 但是说真的不用傻了 没用 少数人当然会被激发 可是绝大多数人 老实讲还是先顾自己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战略态势 看起来对基辅真的非常不妙 因为等到他一旦大部队合围起来 因为我一直在讲 俄军作战其实从二次这一段来 大战以来一直有个习惯 就是他们的大众生作战 他们都会先花一段长时间 先把所有的物资 把弹药全部补习 补习之后 整个大部队就一路往前冲 然后从容打到他的物资 就是大概已经到了差不多一定的镜头 部队停下来重新修整 修整了然后再往前冲 他们就在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上冲 所以他之前已经在基辅 这周周 那个部队64公里长 那个部队已经集结了四五天了 其实囤埋蛮久的 今天又有消息 从白俄罗斯看到车队 源源不绝的把燃料 这些相关物资送过来 那就是准备要开战了 那以他这样的大部队这样冲 很抱歉 因为乌克兰本身是个平原 他几乎无限可守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没有地形的优势 你又没有空优 那对俄罗斯本身 又是个大炮兵部队的形态 他的炮兵远轰是非常吓人的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要单靠民兵 跟少量的正规军 去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我看是难上加难 所以我真的希望赶快和谈吧 因为普丁现在已经讲了 我前两天也跟大家说过了 普丁根本不会想要 他把他杀掉泽伦斯基 他杀掉你干嘛 他把你杀掉他跟谁谈判 真的 没有人可以跟他谈判 他也没有办法去 去接管乌克 应该这样说 因为你就算接管了 你扶植你自己的傀儡政权 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是你硬弄出来的嘛 西方也可以奚落你很多次嘛 但是泽伦斯基 尤其你把他干掉之后 泽伦斯基又不扣 不扣变成英雄 那对你来讲更麻烦嘛 所以对普丁来说 当然能够活捉 泽伦斯基是最好 是最重要的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谁不希望他被活捉 当然是西方这些国家 所以我就是 我反而觉得 我不是西方这些国家 是美国 对啊 欧洲应该不会 对不对 我这个判断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泽伦斯基自己要考虑清楚 那今天我听到 他们还在提出一个 说什么 他们的底线就是 好了我们放弃进入北约了 那你就把独立还我们 对对对 我觉得你真的想得太美了 人家已经吞到肚子里头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还给你 真的 那你在形势整个比人家弱 那北约跟美国 也摆明不帮你的情况下 我看乌克兰要把条件降低 有可能 我觉得你大概 普丁勉强能够接受底线 大概你至少要承认 顿内斯克跟鲁干斯克独立 我觉得最少 我觉得去纳粹的话 大概是肯定的 对啊 现在那个马里坡打好凶啊 是 然后 泽伦斯基大概自己也要下台 整个政府要重组 然后克里米亚 大概就是实质被俄国接收 你大概最少要承认到这种限度 我觉得普丁才有可能撤军 不然的话以他现在 对他来讲他已经快要赢了 那他何必跟你谈什么条件 他现在跟你谈条件 其实一方面是争取物资运补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是要做得漂亮一点 不要被国际舆论攻击得太厉害 就是这样子而已 乌克兰手上的牌真的已经不多了 特别是 我说真的 假设我的预测是对 我的猜测是对的话 那就是美国早就等着你死了 还有等着你死来拖垮俄罗斯 你真的要用乌克兰的鲜血 去帮美国人铺路吗 真的不要 这个兵哥刚刚讲这个消息很重要 我知道那个82空枪师 他有这个空枪在 不是空枪 就是到了乌克兰 就波兰边疆 大概在这个地方吧 对 有一个什么 但是我刚记一张图片给你看 真的吗 在这里 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听大哥讲 去年8月31号就是 82空枪师做最后的收尾动作 对耶 科布我的 机敏设备 还有最后5架C17的大飞机 最后运走 对耶 80空枪师 事实上去年8月31 就是他们做收尾动作 要看一下标题 要看标题 要看标题好不好 对标题 对对对 82空枪师与机敏 军备分搭5架C1拐 对 全球霸王撤离 对 全球最强大军队在科布的 你看 所以82空枪师真的就是来收尾的 就收尾 所以兵哥是判断正确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为了成立波兰的流亡政府 做准备 超帅的 不过当然这个一定跟普京的利益 刚好相违背 普京现在无论如何一定要 让泽伦斯基留在乌克兰 而且要让他活下来 因为他是民选 我跟你讲 你如果他不信死亡 你要扶植一个有正当性的领导人 真的不容易 比如说我凭什么你当老大 那人家一定说你就是什么 乌奸 就是俄罗斯扶植的乌奸 也没有正当性 对 对 那到时候就群龙无首 派系征 秦亚 那乌克兰就乱成一锅粥了 对 那这个局面 我认为一定不是俄罗斯的利益 所以你前面听到什么三次暗杀 我认为那就是假的 对啊 我就觉得超不名其妙的 因为泽伦斯基死了 对俄罗斯绝对没有好处 他最大的利益一定是 你继续当乌克兰的领导人 可是你答应我的条件 那你能够hold住你乌克兰内部 因为他是民选的 所以 可是这里 所以我说真正最大的变数 就是兵哥刚刚讲的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让泽伦斯基 hold不住内部 hold不住内部的情况就是 我跟你讲 因为前面真的那个立志演说 说的太满了 那你当要下来做让步的时候 里面一定有人反对 真的 就像陈时中说话说太满 他现在说要与病毒共存 下不了台了吧 大概这个概念 对不对 这个是国家生死 对这是国家生死 那这个肯定有人有情绪 当然 那或者有一些鹰派 有不同的利益 对不对 所以兵哥刚刚讲说他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 就是这意思 事实上也不只是内部的问题 还有某些国家可能不乐见 你们那么顺利达成地 当然不要我希望你们继续打 或者是乱成一团 那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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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美国在阿富汗成立 亲美政府就是这个状况 就塔利班的领袖逃到巴基斯坦 对 然后跟那一边的 就是同样的族群会合嘛 结果打了十年内战 对 我觉得这个搞不好就是 美国最乐见的结果 然后你乌克兰谈成的那些deal 永远都有一群人 相当 相当人数的人 认为他们有正当性 对 反对 那就一直要推翻你那个deal 永远都达不成共识 对 然后 也会因为这样拖住欧洲 拖大了 对不对 那欧洲就 不确定 俄罗斯什么时候 会来动武嘛 比如说周边国家波兰等等嘛 就很紧张嘛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对俄罗斯的制裁就难以取消 对 对俄罗斯制裁难以取消 欧洲伤害最大 对 这都是联动的 这全部都是联动的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很麻烦 就是兵哥刚刚讲了一堆 可是问题是他讲的这些话 这人是机不会听到 可是他自己不会知道吗 连我都知道 我跟你讲 拜托 现在他 他身边现在的人搞不好 有一半以上是CIA派的 对 你懂我意思 你去想一想 他身边没有郭正亮 没有谢韩兵 不是啦 你去想一想 他2019年当选之后 就一面倒亲美 对 然后想要参加北约 跟欧洲关系好 那当然就是 一定跟美国打交道很多 那美国一定会有很多 非政府组织 CIA的相关外派人员 都在乌克兰 当然 当然 对不对 那我们讲的也不是只有 只有跟泽伦斯伊打交道 他们也会跟乌克兰的军情人员 打交道 军人打交道 所以会有一堆人 是跟美国很好的 我说乌克兰现在来政府内部 你知道我意思 我看大部分是跟美国很好的 对啦 因为这个是合理的推论 总统就亲美嘛 对 这合理推论嘛 所以就变成 当然当他要 要跟普京真的要到最后那一关头 要承诺一些让步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最危险的时候 要嘛就是他很笨被骗 如果他不笨可能就没命 很笨就被骗说 我们不能让步 他说不要让步 如果他很聪明说 我们一定要让 不是 你不让步普京就已经 我跟你讲啦 目前这个态势普京就是 快要下最后通牒了啦 差不多 那他一定会打基辅嘛 那基辅应该很可能 在一个礼拜内会有结果嘛 那你还能拖多久 你说你我不理你 那你就带着大家逃亡到波兰吧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局啦 就是 那个美国就说 我就不跟你谈了 我们大家一起逃 搭这个 吸腰拐一起逃这样 那所有的秘密文件都带走这样 这当然也是一种可能 那俄罗斯一定是要阻止这个局 因为他一定要想办法留住 哲伦斯基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关键 就是一定要有第三方 因为普京跟哲伦斯基没有信任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因为我是叫谈判的 碰到这种局真的 你就需要找一个够分量的第三方 然后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那他愿意去穿梭 来完成这个谈判 那这个最可能的人就是马克宏 为什么呢 因为马克宏四月要选举 对 他也希望这个有一个善良 如果他能够解决事情 不得了 声望大张 他现在已经 他第三轮 民调起来了 所以现在还会有第四轮 对他民调已经起来了 我认为 最可能积极介入 而且分量够的 就是马克宏 因为 马克宏现在也是欧洲的轮值主席 今年刚好轮到法国 而且他最有正当性 他介入美国不敢乱来 因为他代表欧盟 对 所以坦白说 我们真的说这个局真的要成 恐怕要靠马克宏 马克宏很积极 他跟普丁谈四次 我觉得他是最关键的人物 因为 因为你去想 泽伦斯一目前的局面真的很困难 他里面充满了 美国的军情人员 充满了极右派 动弹不得 对 要和也不是 要战也不是 要想也不是 要跑也不是 要流也不是 你都不能听表面话 比如说泽伦斯一你看到他出来 说普丁尼为什么不理我 对 实际上他是在 这个我们坦白讲 我们在听悬外之音就是 他真的希望跟你好好谈 可是他真的能走到你那里吗 怎么可能 你懂我意思 这个需要有个桥段 需要铺牌 你要走过去 你只要一半 你命小命就没了 所以要有一个 怎么样去安排这个局 比如说 昨天俄罗斯的外长 他就开始丢 我今天已经看到两种妥协的版本 俄罗斯抛的 俄罗斯说 说去军事化 我们不一定是要占领 我们不撤军 不是这种东西 而他就丢出一个武器清单 说这些武器你们不能发展 对 你们不能部署 有个清单 如果是这样 就已经是让步了 俄罗斯没有说要长期驻军 这个是好处理很多 当然 那第二个 我今天甚至还看到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刚出来 是大陆央视那边登的 这样还要求证 他说 你只要承认克里米亚 承认那两个乌冬共和国 那我就可以了 所以所谓 这个去纳税化也不是 去纳税化就是消灭亚述 所以他已经把去纳税化 狭义定义 对 所以他只要把马力波 马力波的那个地方攻下来 然后把亚述云 殲灭或解散 然后两个共和国留着 独立 你要承认独立 然后承认克里米亚 这样就好了 那等于是整个乌冬的南部 就是都他们控制 那这两个就是 我们讲区纳税化 因为区纳税化 如果你要无限扩张 一定是哲伦斯基政府你要给我 而且整个乌克兰全部都倒霉 可是他现在只局限在这里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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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现在讲的是 我们的理解 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个最小版本 对 他有一个最大版本 最大版本就是 你这个政府里面充满 充满右派 你要给我下台 政府要改组 那当然不会包括哲伦斯基 因为他需要做老大 可是你政府里面有黑名单 那这个就会导致这群黑名单抗拒 对对不对 我交出去我就死路一条了 是嘛 这个就好像 这个就好像 共产党当年不是列出十大战犯吗 对 那那个十个人一定会变成 国民党的极右派 当然 我当然不要投降 绝对要占到底 对对 这个有点一举同框之处 所以 我觉得俄罗斯 现在已经开始释放出一些讯息说 其实去那催化可以极小版本 就是亚述 我们把它清了 那有一些凶手 要把它逮捕 大概这个叫最小版本 我觉得这个好处理 那如果去军事的话 就是我们所讲的 说是某些武器你不能部署 不能发展 那这个也要好处理 那接下来就是克里米亚 跟那两个共和国 你要承认 就这样 那当然加入北约是没有了 那这样子 其实不只是这个乌克兰自己说 好了那我不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让步更多 不是啦 加入北约 不加入北约 那个泽伦斯一早就答应了 俄罗斯要的绝对不是只有这个 俄罗斯要的是 特里米亚跟两个共和国要独立 那现在普丁做生意的 这很有诚意 不是啦 这是我猜的 不是啊 你这样听起来也是啊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消息嘛 那根据我的逻辑我去拼凑嘛 我说这个叫最小版 那肯定也有最大版 对 对不对 那美国是希望两个版都失败 当然 当然是这样